今天就讓我們繼續尋找新界北的文化古蹟之旅 這裏是位於上水、上水鄉門口村和中心村之間的遼曼石堂 這裏是上水遼族最大的祠堂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發覺這裏都是一個打卡之地 多數找到牆場做甚麼呢? 拍大頭一樓 側側地伸 側側地伸 就可以把輪廓拍出來 或者挖著牆場拿一塊樹葉在裝憂鬱 好 來到這個大空地究竟是甚麼地方呢? 這裏剛剛打聽過 是一個圍村的祠堂後面的一塊空地 專門用來做宴會、市集、慶祝活動、盆賽之類的 讓大家一村人可以聚在一起去 開心開心 咦? 到了呀 尿曼石堂是三進兩院式的建築 屬於完整的四合院建築 所謂三進兩院 即是中置 由前至後分為三個大廳 中間以兩個庭院相連 是典型的華南本地宗廠的建築模式 尿曼石堂的建築非常華麗 有灰索、木刻、壁畫、泥索等等 題目多都是傳統的吉祥圖案 尿曼石堂在1985年正式被列為古蹟 由於祠堂正進行修緝 所以暫時都是局部關閉的 大家要參觀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了 嘩! 哇! 真的很美 來到這個尿曼石堂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寫聲一點 其實會見到很多水墨畫 其實這個祠堂有很多很容易吉祥的藝術品 例如我們門上有一個圖畫 這邊有一些山水畫 還有其實留意一下 壁畫 有很多 這個應該是茅丹 對吧? 對 好 因為我們的二堂正在整修 我們就輕輕現在看看 其實一進來會感覺到這裡是一個 跟平時的祠堂或廟不同的東西 其實真的多了很多藝術品 但是是中國的藝術 我們這個祠堂 我們看高一點 其實看到它是一個瓦頂去鋪的 即是屋頂來的 現在開始重建和整修 大家有機會來到好好愛護這個地方 以及好好欣賞和感受這個古蹟 好了 現在進來 剛剛在裝修和重建的就是儀堂 這裡是主堂 應該是放一些可能最早的祖先在這裡 這裡會有關於上水尿族的一個歷史 這個就是剛剛說的吉祥圖案的扇板 留意多些頭殼頂其實在這個位置很多 60年後才會再開這個 哦哦哦哦 然後60年後才會再開這個 即是會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對 然後再做一個新的東西放進去 我決定由今天開始 找個地方賣時間籠給自己 但是2063年後才可以開 那你畢業特色都賣給自己算吧 不想跟你說話 拜拜 閉嘴 哈哈 哈哈